我们这条影片出的时候 可能做这套电影的师傅肯定很生气 他一定会连接我们的影片 我也知道 可能这条影片出了之后 他会带我到studio参观 他会带人来参售我 不要了 应该也是 大家好 我是小失 欢迎大家收看今期看什么戏 我是Hugo 之前也有做过今期看什么戏 其实主要是什么都说完 现在不只是纯粹说实体点 所以今次我们都很久没有出一个集数 差不多一个月 差不多一个月一集 但是一个月一集 很难搜罗所有给大家看 所以都是收拾一些大家 我们自己觉得都在创意为主 或者是一些值得和大家分享的电影 我们也是 先说了串流方面的东西 实体碟方面 今期就会和大家分享 现在我们手上这一堆的碟 而中间其实因为有些实体碟 它已经有串流的版本 好像九龙城寨围城 又和大家比较一下 没错 就算连Badboy都急急忙忙 已经冲上Netflix 真不知为什么这么心急 我也想找一只实体碟 和他品评一下 应该都要 没错 现在我们不如先说了Netflix 我们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看 近期都有两套电影 基本上都算是灾难片的类型 冲上了Top10的Netflix的彭榜 其中一套 就是《人造天劫》2017年的电影 另一套就是今年刚刚20周年 2004年的明日之后 明日之后 当年明日之后 我自己就去戏园看 因为始终这些荷里活大片 而当年也是很流行这些灾难片 想知道效果在Netflix上是怎样的 所以我都手行刷去看 Hero看了《人造天劫》 谈谈《人造天劫》的前转 为什么你会去户园看 《人造天劫》 其实这套电影我希望看很久 但追索2017年 当年来说太多猛片 太多猛片 这套电影差不多在Top10的列列 排列11 所以它永久保存了 所以这次我看到它翻上 兼冲了上去 头高5位 所以都拿出来看看 最近不知为什么 我看到Netflix的那些失败 有些旧戏 有些二等戏 全部走上去 很奇怪 可能不知道是否没什么大片 原创的那些比较差 原创的那些都是捉招 仍然是保持着Netflix捉招的态度 不如现在先看看 先看了Hugo 的人造天劫 的声化效果 究竟在Netflix上 在我们家庭影院有什么效果 Netflix的电影 虽然是5.1好像很差 但其实5.1有个好处 是让你的M做Upscale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玩到DTS New Works 有时是挺好声的 在Apple TV之下 其实这套Netflix看 我们这个120吋都不是太大 有板有眼 是黑位的什么 这些数捉招的数捉招 对 对 对 最后电视频率很低 如果在电视上查到电视频率 好像大概是2M 2M左右 很小 但Netflix的叔叔也有一手 似乎是看电视 如果我之前看Bullway是很兴奋的 我们好像公司有的 有的 有些电影带出来开门 那些雷电声是把门关掉的 因为声纹4K 有下火的 直升机来是直升机来是后面的 声音来说 串流是鸡皮 新片还不错 刚才终于试完两套影片 包括人造天劫和明日之后 两套影片来说 人造天劫以昇画来说是失色的 因为压缩程度也挺高 可能试闪电那些 知道有效果 但感受不到那种质感 但其实剧情方面 如果容易追索 可能经历了这么多年 包括疫情那几年来说 以看起来这么大规模 或者这么大阵容的电影来说 我觉得算是有些激动位 我自己人造天劫之前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我对这些类型的影片也挺好的 它也是有些温情 有些末世 或者是世界末日灾难的剧情桥段 而当年来说 我记得看Blue Ray是很棒的 声画也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但在Netflix上 很明显地就回电视的朋友 用电视的喇叭去看 所以你会听不到任何的3D的感觉 听不到一些有定位空间的效果 低频就好像没什么 是比较失色一点点 但作为一个在家里按电视没什么按的花生片来说 我觉得剧情是可以去到的 也是快靓 最重要是不会看得下眼份 也是 而且当年来说也算是美女的 整套片 这个女主角好像是 是不是做过The West World 这个女主角是当年做过逆添潜能 即是说是吃药 然后有超凡EQ 我反而没看过 Liminus那一套 然后比较问计一点 即是没有拍过西部世界吗 没有不是那一套 是一种似的样子 都是那些仙气类的美女 但现在又不知道消失在哪 这可能嫁了人 那么清楚的 这套电视其实主角很厉害 主角是Jerabella 大家可能熟悉一点 战狼300 大只佬 喷着口水踢人在坑里的画面 但不知为什么他现在的电视好像很废 最近他很多时候 都不停保持末日 白宫轮行 即是他也是白宫轮行系列 仍然是看什么都看见是那个系列 因为看上去好像兔鱼差不多 都没看过 新的也没看过 也是智能300的延伸 我想他自己也步入了中年危机 是不是发胀了之后也收不上身 我想有他们 赚足够 也是 也是 然后到明月之后 我经常看的那个符号是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我都不记得中文名 这部电视我也是因为我儿子本身上映时没看过 所以在家里我试试给他看 但看完之后 一看完我画质就可以了 因为它原来升了4K 升了4K 在5.1的效果上 而我家里 不停打开AAM 都觉得它的声音效果是对版的 但原来回到这里 它算是更加不错 当然不要说很大声压 其实如果是中型的一个音压 我觉得它是可以做到一个不错的空间感 这是你也是有些惊喜 没错 因为它看起来这个圆梳式 应该是跟Dixerini Foxy Under Dixerini 的旧片 其实它做过一个4K Mastering 其实刚才都试过 你看到其实密度加强了 可能是没有做过 HDR的Tone Mapping来说是比较削弱 因为刚才我们看过的Source都是SDR 这部分就没什么特别可以提及 在Matrix上可能它偷起了HDR 但是我觉得在声音方面 我比较惊喜就是其实它的动态 或者中高频 它都保持得到那种电影气氛 唯独是低音 可能点1那部分 整部分好像转移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点串流通病 我不知为何我看过很多串流电影 都好像还未拿捏到一个很平衡的高中低三频 有些低音多了 令整部电影很转移 有些中高音超标 这个也是没什么标准 演算法来说 我希望那些AI帮助我 受到指下网购 可以改善一点 会否靠自己的M 我靠人子的AI 我有点担心 但是这两部电影暂时来说 或者这一个月来说 可以比较多些和大家分享 值得分享 其他看过那套叫逆灵 逆灵就出现了 如果你刚才说到获奖 我刚才想起 刚刚在艾美奖里面 Disney Plus那套幕府将军 获了18项大奖 曾田港之山是世帝 然后 泽井幸奈 获得艾美奖的时候 在台上用耿烟 都非常之劲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应该是无关戏 获奎将军 我自己其实看了两集 因为我自己对这些战前 战前的日本这些 summer eye 就是武士戏 其实都是有点兴趣的 因为当年 證明了Tom Cruise 最后没事 最后没事 安全 是的 那套戏 我从电影看起来都觉得 这部电影很棒 但是这部电影 因为剧实际太长了 有时追下追下我又不记得了 还有留意最后没有事 也是曾田港之第一次 杀入荷里活的套户 没错 刚刚说的是21年前 曾田港之真的很厉害 日本之光 这是横跨实际碟和串流平台的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这部电影 我们先拿一部实际碟来 小西之前在旺角不发 入手了 很幸运入手了 初版限定 初版限定 有很多不同的画冊 有很多不同的相片 放在这里 那部电影就是这样 放在碟架上 就是一个纸的吸索 然后放进去 其实你问我这些摆法是危险的 因为它都是一个海绵 在中间 但是以本书来说 我觉得是很棒的 这部电影里面 先和大家讲一下规格吧 规格方面 它是一只BD50 画面方面 它是Full HD 使用AVC的曲顶 声音方面 它有两条 可以选择 首先有原声的 广东话 就是粤语 就是Atmos Track 另外有一条 是国语 就是行这个Turk HD Upscale 24-6 没错 声音和效果 不如现在立刻看看 实体碟 串流有分别 好 比对一下 好 接着下来 这一只就是 港版的Blue Ray 九龙城寨之围城 现在这个就是什么料理 合家欢 超高 好 第一个就是影片播放 第二个就是Chapter 第三个就是设定 最后就是特别收录 我们先进去设定 设定里面 看看有些什么 有一个Dulby Atmos 就是In True HD 就是密度高的一个Chapter 接着就是国语 亦都是True HD 不过没有Atmos 24bit 96kHz 接着就是口述影像 这个就是导比Digital 2.0 字幕就是繁中 简中 英文和没有字幕 这些情况下 繁中其实是否台翼 是港版来的 理论上应该跟在戏院 我们看到的 但好像未到粤语 未去到那么夸张 未去到口语 未去到口语 要做的 这部电影这么厉害 也算有心思 那就是Special Feature Special Feature 有些什么呢 其实港版的Special Feature 一向都是失望的 预告 接着制作特輯 有些动作偏 情怀偏 细节偏 不算是很仔细的 不算很仔细 但以港版的品牌来说 都算很丰富 如果以港版的品牌来说 但要我所记得 我以前也试过混合这些汁 原来只剩下几个小时 一般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上网已经见到 对呀 看完了 就会聚集在一起 就是陈茂坤入了 入了城寨这段 多东西 其实Apple最强 多汁 多汁很高 很高 要把音压降低 因为高频很厉害 高频很厉害 不然导致影院 应该听一下师傅 但是就是了 因为这个也是港产片 做运音的例牌 玩高频和定位 但他特意弄出很多天马声 就是我开得大声 这些高频 应该是有点高频 很厉害 不过这个 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 也是高游 你在Elliman看的时候 我在Elliman看的时候 我是直头害怕的 从伦敦画面来说 我觉得是香港之光 拍电视频来说 你不能走啊 我开开 正本是打灯的 很厉害 刚刚跟大家看完这个实体碟 还有村楼 难怪在FORUM 或者FACEBOOK上 看到有人不断罵 我不知有不断罵 但就是不断罵 在讨论区 我们FORUM 我看到一些师兄 哇 DISNEY PLUS 那个九龙城 是可以看的 但很厉害的 老实说 我未知有多厉害的 刚才我们看的 不是厉害的 不过就辛苦 我觉得是有比较 有伤害 因为我觉得是 你感觉上是 就算没有比较 我都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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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光版 反而是一个数码电影的感觉 所有的场景 即是导演 郑保瑞的灯光 所有的细节 基本上 在FOOCHD来说 大部份都看得到 相差不少是4K的 我想如果4K HDR 会再多看很多 没错 但是 串流版本 我觉得会回到analog年代 好像去到豪华戏院 30元看一天 那种画质 我觉得它是做错的 我觉得应该有些事情是搞错了 它的亮度 或者它那些 对比度 整个画质的光度 和对比度的平衡 应该是另外再推出 我觉得是 可能就回家的电视机 串流 所以你会看到 它会整个亮度推光 就变成了 对比度和黑位 但我必须要说 现在这个状态之下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 Studio 里面的投影机 去经Apple TV 4K 来输出的效果 我自己其实 之前在家看 九龙城镇 就未至于差得那么夸张 因为我是OLED 所以黑位会纳得实一点 而且光会更多 但我在家 又没有很认真 去设计画质 但刚才一看 就觉得很离谱 也是 尺寸很大 而且声音没有低频 刚才古老板 兜除锅的时候 手术花可以不用做事 不用插也行 没有 好像是 将低音那部分完全削弱了 有些炒异 或者是更加炒异 我想是没有电影感 变成像电视剧那样 会相对足够 刚才我们说的 那些串流的不适 其实在Blue Ray碟上 都没有什么 反而那些会相对比较 它都是中高频为主 低音是有的 但未到是很平衡的 都是觉得 把高音拉高 因为我看了三次 三间不同的电影院 一间就是很普通的 V-Walk 里面 其中一间 那些很普通 那套是最舒服的 之后我去Elliman看 灾难及爆到声音 一开始陈乐军去码头抢钱那段 是直接吵到我是害怕 我吵到我有点害怕 忍住仔 为何会这样 我觉得很恐怖 但是在碟上 就会平衡度好一点 其实有没有留意到 不知道为什么 讲开又讲 在港产片的声音混音 后期处理这些混音 其实仍是停留在龙虎门的年代 我刚刚讲的 龙虎门是一个挺有名的口味 即是一个广东戏 粤语香港 港产片里面的打斗混音 都仍是龙虎门 其实到今时今刻仍是龙虎门 热问其实也有些近龙虎门 但可能低音会多一点 其实都是那个方向 即是夸张低频 然后要老链那么大声 然后高音要刺耳 都仍然是这种风格 都是的 即是你看西片很少 西片很少 西片很简单 其实应该刺爆我们的耳幕 对 对 但声音会比较肥厚一点 所以会有阵子沾着 整个声音听起来就不会太含 当然我们这部影片出现的时候 可能做这部电影的师傅很生气 他一定会刺耳我们的电影 我也知道 我也明白 也知道可能你会说我们不懂 我真的不懂 我作为一个用家 可能这部影片出现后 他会带我到许多参观 他会带人上来参寻 不要 应该也是 当然我也听过 港产片的后期就是因为罐头声 或者效果 刀刀槍槍槍的声音 其实也有很多颜色 即便宜一点就是这个颜色 贵一点就会 象征度高一点 港产片的成本 可能在这方面 只能够用一些比较上 中价一点 也不能够到顶级 A-级 sure 可能做起来便更好 好 刀刀槍刘 接下来先说你喜欢的那些 我喜欢 你喜欢 Bad Boy 这期 因为这部片大家都知道 这段片出现 Netflix串流出现了 我觉得这部片我自己在iMex看了一次 其实这部片来说 我觉得是老派警匪片的一个新片章 我觉得其实 韦史密夫以一个 贵为影帝的身份 再回归 旧系列来说 我觉得算是在制作规模 或者是在火花方面 我觉得仍然能保持 而且在映画方面 我觉得其实戏院挺不错 这部片来说 应该和大家一起试试 看看章节的效果 另外还有Mex的外传故事 就是弗里奥沙 还有少许应该是近这几个月 近这几个月 最爱的就是《施波窝》 即是2024 可以说2024 暂时来说这部片 大爱 很少会尾版 我也特意冲出去买 对 相当来说这部片 也算是文艺一点的战争片 但你也会大爱 这部片 我们来说是剧情片 剧情片 是一部很有剧情的剧情片 但不是好像Badboy 不是好像Terminator 从头打到尾 紧张刺激 这个很明显是香港的预告 或者整体的预告 剧情片 就剧情片 是一部战争片 但到出来 原来不是的 是一个公路片 我幸运了 因为我之前不是说 一上电影院就立刻去看 我听了你说 是公路片 公路片 在这个前摘下 其实我将整个戒心放下了 将整个预期放下了之后 看这部片 其实就会觉得 OK 而且是真是很好的音效 所以这部片 特意都要出旺角 整个尾版 现在我们不如看看 在我们这个studio 实体试的效果 究竟是怎样 这是港版的4K Badboy第四集 这个是 重组再重组 没错 重组再重组 看看设置有什么选择 有Dobie Ammos 还有5.1DTS HDMA 一是Descriptive 还有法文 法文有两条 一条是DTS HDMA 另一条是Descriptive 到最后有西班牙5.1和泰文5.1 都是DTS HDMA 视频方面有两条英文 两条中文 一条选择一条凡 应该没有香港风格的翻译 没有粤语 还有法文和韩文 最后有西班牙文和泰文 其他功能还有就是TRAPTER 16 分得很仔细 最后就是预告片 直升机刚才转过后面 都很舒服 哇 而且它的质感挺好 定位和量感 我发觉它要在前面 特意做那些 画面拼音的时候 它跟着 跟着镜头来听 那些声音跟着 终于有点发烧的味道 这些气流声 Bad Boy的颜色处理 其实一直在走鲜艳 高对比度 浓郁 RGB路 走回Miami 最恶城的感觉 Miami 好像是点游戏 这一段正正可以试试这么多种颜色 还有还可以玩一下这些东西 而且我觉得效果比枪声吸引 这些配合在头上 好 这个是弗里欧莎的4K港版 前面这个功能是 一是Play 或者是Resume Movie 接着是Scene Chapter的位置 接着是Audio Subtitle 接着是Special Feature 在Audio看到有什么声轨 有英文的Emmos 接着有德文 德语 有三条Track 其次是西班牙语 最后还是普通话 节目方面 韩文 香港的粤语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西班牙文 德语 和英文 对 难得 现在的实体店还有粤语节目 对 那Special Feature呢 Special Feature方面 因为潮老色 所以他将所有Apple alleck 放入5K sitzen Quarter 大家可以更多想了解 张芷總共有多少个 agenda 整齐 我们看整齐 整齐 四个占据 龍誌 導演很強調金屬質感一定要閃閃靈 在日光之下 所以製作HDR的製作 這套表蠻不錯 3D空間蠻好 不過天空定位不太清楚 而且刺激位好像也差一點 但沒有太多天空聲 比較可惜 首先想說這個面具 畫面其實是電影的張誌 但看起來好像在HDR和SDR上有點怪怪的 沒錯 看看這些功能 是Play Movie, Setup, Sins即是Chapter 還有Special Features 有英文Emmos, Descriptive, 西班牙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三條 快點正 十字幕,更簡單 英文,西班牙文,Off 所以這碟是沒有任何中文字幕的 16個Chapter 就差不多了 每個Sins都記憶猶新 這套電影是難得可以看到的一套電影 這套電影是公路電影 可能有很多人期望由頭打到尾 但絕對不是 由記者的角度出發 所以其實有很多在說 美國的政治一些骯髒骯髒事件 或者是為人民救病的一些地方 這個位置其實可以看到 HDR 躺在那個人的黑位 以及剛才那盞燈的位置 還有這個阿伯 稍後會有一個鏡頭打過去 那時候你會看到後面那盞燈 如果你的電視機的亮度的位置 就是在這些地方出發 即是平時說 為何畫面經常要提升亮度 其實正常來說 它是黑位和光位 在你高亮度的顯示屏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那個小小力的效果 那這一段好後座是甚麼呢 它的槍聲在後面 那你那個家庭的偶像功 我現在明白 小小小你說為何這套片的聲底 會撐人的 因為這套是實感的槍聲 即是根本常是Jonewake那些東西 對呀 只Jonewake那些聲 那些師兄喜歡玩的聲底 然後最後一段 其實就是在他們在佔火的夜晚底下 這一段 第十個篇篇就飛了一點 這一段有很多盲鏡 接著就會拍著肥佬的視覺 有一個音樂走出來 這段音樂出來 其實質感很好 本身立體感也很厲害 聲壓其實如果你開放上下 整個空間都很不錯 還有這些黑白對比一做得好 很浸淫 另外有一段其實是天空聲道很好 這一段有些直升機聲已經離開了 雖然這一段可能有很多朋友覺得 我都沒有東西試 直升機直升機在動 但你可以聽到 如果天空喇叭是用小喇叭 它怎樣在小喇叭上都會製造兩個Layer 而天空聲道都會給予音 這一段可以聽到 講評論之前也先講一講 其實這隻碟的規格 這個是港版規格 一隻USD100再加上一隻BD50 花水部分都會放在BD50 即是藍光碟方面 在規格方面它是雙道比 比對上集它是在玩DTS-X 即是IMAX Enhanced規格 今次它是回歸道比的懷抱 在聲畫方面其實我的表現都算不錯 剛才我們都和大家試了什麼 在劫囚那一段 我發現音場或是整體來說 那種輕輕含鈾的感覺 甚至是用一個倒比曲頂的音效底下 其實我都能捉回到當日看IMAX的感覺 即是那種臨場感 那種的氣場 特別我記得有些很細碎的位置 就是譬如鏡頭Pan的時候 它的效果的空間會跟著轉 這個做得很好 這方面有些像打機聲 其次就是有些效果 譬如說紙飄過 它連那些很細碎的東西 都可以在聲音上做得到 空間的效果 如果你說3D音場加動作片 以及要平衡分別來說 這套片也是近來的一個參考 而且這套電影本身 即是上一次那一集 其實我們都會很多次拿出來試 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歡看 這些Miami的罪惡警匪片 Miami 可能就會失敗了 尤其是不喜歡Will Smith 只會打來打去 但其實上一集已經有很多位置 可以用來做reference試機 這集其實也有 好像剛才那段直升機的確是 在很多物件 用得非常好 用得非常盡 而且中高低三頻 每一隻喇叭都可以做到不同的東西 之餘你還會整個整體的效果 配合在畫面 你可以加強調度 亦都是一個 很好來試Dubia Amos的素材 好 接著之後 Furley Elsa 這個是廣板碟 配置就是一隻George D100 再加上一隻BD50 因為在滑柳碟方面 其實花水兩隻碟都安裝了 挺正的 在規格方面都是雙倒比 倒比Vision 倒比Atmos 所以在規格方面是齊張的 視乎是否入手 真的好看你是否喜歡這部片系列 對 即是Mix的系列 或者你喜不喜歡女主角 都是 後夜氣兵女主角 加上Hollywood是出手 它算是Icon一線 我覺得如果你說完全一線 就真的未到 未到嗎 始終是你看它的票房表現 和它的作品規模 就未到達到那個位置 但我覺得現在都好像是在看它 即是它是一些up and coming 但Anitator Joy比較角色來說 就比較窄一點 我覺得它的戲路 是嗎 而且這部片始終是豬肉在前 上次有影后 曉里斯花朗去做原版的Feroza 今次它再做一個年輕版 感覺上是它的光芒 甚至是被它做兒童版的版本搶了 其實剛才我們也試過追逐過一段戲 其實效果來講前前後有 但可能比較少一點就是天空星道的東西 以及整個Mixing來說都是低音片多 比較定位的東西不會太明顯 好 最後講到美帝 美帝崩裂 剛才我試片也有解釋過 有講過這部電影 有很多人不喜歡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覺得如果要講聲質 聲質來說 這部電影是一個很參考級的系列 尤其是在窗戰 直升機回到軍營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來試聲的效果 而上次剛巧三星影音後會的時候 我們都拿來試過 大家都會覺得 你拿來試家裡的喇叭 後置掛天花或者天空的效果 是一絕的 這部電影是美版Landscape的4K碟 4K方面是UHD100 藍光方面依舊是BD50 因為Landscape也有一個慣性 就是兩隻碟都要花水 大家都可以鍛鍊自己的聆聽能力 因為它沒有提供任何自博 這就是大家要留意 所以我都是以星畫來講買這部電影 星畫方面它是Dobby Amos Dobby Vision Full Spec 畫面來說 剛才也有提及過 其實畫質上是一個很寫實 很乾淨 很清晰的4K畫面 今年來說 如果要玩十大的話 我就必定是投它第一集 但到年尾究竟是否看它 它很喜歡左右我的第一季 視乎有沒有大作會再衝出來 因為浪銀也會出碟 今年會出嗎 今年一定會出 雖然是迪士尼的發行 但它也會出碟 其實我有點期待 看看有什麼表現 這部影片畫面的密度算是奇高 以4K碟來說 因為其實你知道很多年來講 即使是4K操作 但很多時做了一些效果的處理 很多時畫面的密度 或者有時加了一些電影鏡頭 整體來講 那些東西會收入 但這部影片 我覺得它配合試鏡風格 大光圈的方法 深度的立體感 HDR的處理 特別是小西里剛才說的 星火療源 整個樹林上火的那段 整個畫面的立體感 即使是夜景來講 都是很強烈 很強烈 所以如果你打算看爆裂花生的刺激片 這部影片真的千萬不要買 而且異形看完《國女主角》之後 這部影片也是一個亮點 沒錯 它做一個青年的記者 是刻意氣氛 非常之好 所以星火推介 Sifal War 我都不懂得說 十分好像誇張 我都真的比很高分 你乏到八九分 這集的今期看完戲 暫時到這麼多 其實都很長 你們可能在看這部影片 我不知道幾分鐘 剪了三四十分鐘 有三十分鐘 你問我 我們這麼久才做一集 有一個小時都不為過 不過做節目是辛苦 都是辛苦一點 有點眼蒙 對 眼蒙 但可以這樣分享 我相信大家都會想當一個普通節目看看 超顏的節目 都開心的 因為平時的影片都硬件 說一下柔軟件 都很棒 暫時來說 我們先推介了這麼多 看一看 原來今年的影片很少實體片 對 因為最主要的圖案是 我發現之所以沒有出片 很多時候是Sony的影片 Sony的影片 賣了給Apple之後 片中就只推出全流 例如說是拿破崙 他推出完劇場版之後 現在推出了假場版 但兩個方位都是放在全流 沒錯 全方位登閱這些又不會出 對 沒錯 所以來說 就算是Sony有多少電影都好 但上次的蜘蛛女 就是Spider-Man的宇宙 叫什麼 Spider-Word 還是怎樣 蜘蛛夫人 蜘蛛夫人是 蜘蛛夫人有出電影 蜘蛛夫人 因為它是Sony和Maple合作 沒有Apple感染 而且Sony的電影最多都是跟Netflix比較親密 但也會出電影 如果Apple付錢買的就沒有電影 現在看到的圖片是這樣的 這麼正常 我付錢當然是放在我自己的平台 有一個逆向式玩法 就是你看到Netflix有些劇 可以出4K 譬如說是《怪奇物語》出4K 很奇怪 這個可能很棒 《怪奇物語》是我可以看完這麼多貴的劇 其次是Disney那邊 Noki那些也出了 那些是預測之中的 是的 我那些都問了 我都不會再翻看 沒有錯 頂不住 太燒了 太燒了 是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繼續喜歡看我們這些Fight Up 影片 就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 分享給你的朋友 罵一份 也好可以罵一下我們 看看 又或者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戲可以推介的話 你們在留言說完之後 可能我們下集就跟大家說 我盡量不想一個月一集 不過時間關係 其實整理一下 本身這一集是上星期拍的 上星期又忙到脫掉 也是 其次也可以 大家都可以給Superfans 因為做字幕的同事都辛苦 如果Superfans可以鼓勵一下 請個喝杯茶 請杯茶 變成段片長一點 都會OK 下次你開場應該先說 是嗎 因為你現在在這裡走了一拳 我剪回到前面 你之後才叫人家Superfans 我剪回到前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請我們喝杯茶 做個Superfans 我吃個High Tea也好 可能我們會多一點動力 做多幾集 也是的 而且你明白消耗體力很重要 除了做字幕 其實拍攝又辛苦 剪又辛苦 也是 這些其實都 因為我們是要 你可能看了一個小時的節目 但其實我們拍了半天 還有看那些視頻 是真的一路一路看 但那部機拍攝 那張卡是拍攝到爆 同事問我們 你究竟怎樣做 買多幾張卡 申請多幾張卡 要 好 好 來到這裡 還有什麼要說 沒有 你好像也是想說 沒有 沒有 感言 你自己的字幕 你自己搞 當然 走出去吃飯後 當然是說五元 沒錯 現在還沒吃午飯 沒有感言 四點多了 還沒吃午飯 今集來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喜歡的留言 告訴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